哈喽大家好,欢迎观看大型观影,我是阿翔 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特殊失踪专案组第五集的故事 《杀人的再构成》 首尔新任法务部长选举在即 高等法院的大法官南希台身为最具人气的候选者 一时成为口碑与评价双高的大热门 然而在这个节骨眼上,南希台却遇到了麻烦事 他的女儿英恩已经失去联系两周 作为叛逆期的女孩,英恩也曾与家里失联过 但如此长的时间还是第一次 南希台联系了作为旧教的老朴 希望他能帮忙寻找 老朴将这个任务交给了找人专家大荣 大荣很卖力 瑞俊觉得动用专案组的力量 寻找一个女大学生实在有些小题大做 秀贤更是看不上这种有意巴结上司的行为 大荣只有孤军奋战 他首先调查了英恩最近的信用卡消费记录 发现他最近购买了一些女性化妆品和衣物 之后他找了经常与英恩混在一起的一群富二代 大白天他们就在一总会里肆无忌惮的嗑药 庞若无人的激情燃烧 大荣随手录了一段视频 告诉他们如果不想自己的爸爸失去现在的一切 就配合他联系到英恩 就在此时大荣接到瑞俊的电话 告诉他英恩的手机在半小时前曾经短暂的开机 之后发了一条短信 大荣迅速来到发信地点 发现这里是一片荒郊野外 在旁边一处废弃的房子里 大荣找到一个红色旅行箱 在箱中发现一些衣物 部分内依然有血迹 法医很快来到现场 经见电血迹属于人血 但血量远不至死 现场遗留的手机是英恩的 上面有一段录音文件 时间是本月四号 也就是英恩失踪前一周 录音中有很多奇怪的声音 他们把录音带回去仔细研究 刚开始是一段拉开箱子拉链的声音 之后是脱掉衣物的声音 但没有伴随任何反抗 后来有人似乎进入了卫生间 从放水的声音判断应该是个男性 最后有人用塑料袋包裹了什么装进箱子 整个过程给人感觉 就是一个神秘男人杀人之后装箱的过程 因为要顺利脱掉箱子里那样的紧身裤 如果不是受害人主动配合 那么就一定是失去了反抗能力 甚至已经死亡 大容不禁捏了一把汗 英恩出世是他现在特别害怕看到的 秀贤健壮也加入了调查 根据箱中的商品调牌 他们走访了许多商店 化妆品店的监控摄像是一周一更新 已经没有了先前的记录 情绪那一店因客户要求 没有安装摄像头 但社会员却记得 购买那一的是个男人 在出售旅行箱的店铺 秀贤根据价格 推测男人当时应该是购买了两个箱子 但要拿两个大型旅行箱走出商场 又不留下停车记录 神秘男人很可能是乘坐了公共交通 而这里停车场只有一个公车位 但上面的摄像头一个月前就坏掉了 不过停车位旁有一辆私家车 因车主出国而停滞了很久 行车记录仪很可能录下了神秘男人 于是他留了电话给保安 请他在车主回来后联系警方 这时最后一次接触英恩的两个女孩 提供了一个线索 在英恩失踪前一晚 他曾在夜总会多喝了些 为了行酒没有叫出租车 而是选择徒步离开 秀贤站在路边 分析英恩当时的行走路线 避开不能掉头的单行道 又考虑到要过海 英恩当时一定要走到马路对面叫车 唯一的途径是走旁边的地下通道 秀贤走进通道 发现了一个长期在此露宿的流浪汉 他用一瓶清酒换取了信息 流浪汉对英恩很有印象 因为当时他手上的手链发出声响 吸引了自己 因此多看了几眼 而且他还发现英恩背后跟着一个男人 秀贤将这个信息告诉大容 不久后流浪汉又打来电话告诉他们 他想起那个男人之前见过 他经常夜晚从通道中走过 奇怪的是 每次经过他都会看着自己笑 笑容十分诡异 根据流浪汉的口供 英恩似乎是被这个男人抓走的 但秀贤很惋惜地说道 可惜这个流浪汉是个神志不清的罪鬼 恐怕他的话并没有几成可信度 在他说到这里时 大容忽然串联起一些信息 消失的监控画面 罪鬼目击者 红色香包 没有尸体的杀人案 他似乎想到一件旧案 匆忙离开 这时秀贤接到上场保安的电话 说那个出国的车主已经回来 根据车主提供的记录仪资料 他们发现了三号时 曾有过拿着行李箱的男人 在这里乘坐租车公司的车子离开 记录仪录下了租车公司的logo 瑞郡顺利查到了这家公司 与此同时 大容到档案室翻查旧案 发现十年前有一桩旧案 被告人金纳胖涉嫌杀害 并藏匿了前女友高冬珠的尸体 当时有旅店住客 撞见金纳胖拖着红色行李箱离开 警察还在金纳胖车上 发现了属于高冬珠的血迹 但因为这个目击者是个吸毒犯 因此证言法官没有采纳 再加上车上的血迹远不到致死量 而高冬珠的尸体一直未找到 因此金纳胖最终以证据不足 被判无罪释放 而他的辩护律师就是南希台 大容觉得一切过于巧合 这说不定是高冬珠的家属 对南希台的蓄意报复 而高冬珠唯一的亲人 就是他的哥哥高冬浩 在大容赶到高冬浩家之前 秀贤已经根据租车公司的信息 找到了这里 那天租车离开商场的 正是高冬浩 在他住的地方有生锈的门栓 滴水的卫生间 这些声音都与录音上的背景音很相似 秀贤似乎看到高冬浩在这里杀掉阴恩 装运尸体的过程 一时紧张 差点误伤了随后赶来的大容 没多久高冬浩回到家 两人合力将他逮捕回警局 审讯过程中高冬浩开始拒不承认 直到大容提到十年前的案子 高冬浩的脸色突然变了 他得意地说 虽然你说得很像事实 但那只不过是情景描述而已 对吗 镜头一转来到十年前的法庭 南希台在辩护过程中 特别强调了车子里的血量不足问题 高冬浩作证说 妹妹之前在跟金大胖短暂交往后 曾经被他施加暴力 失踪那天他给高冬浩发信息 说马上就能摆脱了 而南希台却提出 所谓摆脱不一定指的是金大胖 作为兄长 高冬浩对妹妹的关系程度有些过分 从而引起高冬中的不满也说不定 高冬浩激动地否认 但他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 只能眼见南希台扭转了局面 今天的局面也是一样 没有充足的证据指证高冬浩 现场遗留的血量不足 除非找到尸体 否则不能说婴儿已经死亡 此时老朴再次催促大容 毕竟南希台是法务部长候选人 对他们至关重要 这时瑞俊追踪了高冬浩 所租车辆的GPS记录 显示他曾在一片荒地待了两个小时 大容带领特诉队在此查找 但是一无所获 此时他接到电话 说高冬浩准备认罪 大容一身狼狈地奔回警局 高冬浩欲言又止 最后他还是没有交代案情 只是提出用南希台 作为自己的辩护人 南希台告诉秀贤 曾有一个找不到尸体的案子 被告被控谋杀后入了罪 结果受害者几年后又重新出现 那时候他就下定决心 绝不能再让无辜的人蒙冤 而要绝对地信任他的当事人 时至今日他仍是这个信念 秀贤告诉他 高冬浩指定他当自己的辩护人 再见到高冬浩后 南希台要求他告诉自己 因恩的下落 高冬浩给他写了一个号码 说如果他同意帮自己脱罪 就答应他的请求 南希台拿着纸条立刻离开 而大容马上通过铅笔附写发现 纸条上写的并不是号码 而是一个保险箱的地址 锐军先一步找到保险箱 调换了牌号 抢先拿到了箱中存放的U盘 而南希台的手下却扑了空 镜头转到一个网吧 金大胖打游戏时犯了烟隐 因为随手偷拿了网友的香烟 被人赶出网吧 门口的一个男人送了他一包烟 随后打着伞离开 这时金大胖接到了南希台的电话 画面回到大容这边 他们打开那个U盘里的视频资料 一个空房间中摆着红色旅行箱 箱子不断地上下起伏 似乎塞了一个人在里面 房间墙壁上有十字架的影子 窗口有排风扇 看起来是个教会塔的样子 此外他们还从视频中听到了火车声 看来这是一个铁道附近的教会塔 南希台与金大胖见了面 问他当年将高洞珠的尸体丢在了哪里 金大胖突然很紧张地说 我也不知道 不是大叔你说的 只要把尸体藏好就会没事 所以我母亲才给了你一大笔钱 如果不是你藏了尸体 那一定是母亲做的 而他们在说这些的时候 所有的话都被旁边烟河里的窃听记录下 原来递给金大胖香烟的就是秀贤 此时他已经了解了南希台的真面目 以及他与凶手之间的罪恶勾当 秀贤来到金大胖家 谈起南希台时金大胖一脸心虚 秀贤故意将话题引到他的母亲身上 金大胖说他母亲以前在杨平老家住 外婆在那里经营商行 后来还盖了新房子 但母亲一直不让他回去 说到这里金大胖才想起问秀贤为什么要过来 秀贤笑笑说 这不重要 我已经得到想要的答案了 秀贤离开后立刻去了杨平 听房产中介说 他一直劝金大胖的母亲卖掉房子 但他坚决不同意 房子一直空置到现在 秀贤在房间仔细查看 房屋有多处改装 但被封闭的壁炉 却很明显不是装修工的手艺 而是外行做的 于是他用力撬开了壁炉的砖墙 在里面发现了一个红色旅行箱 与此同时 大容也找到了视频中的教会塔 两人同时在不同地方打开了红色箱子 大容的那个空空如也 而秀贤的这个却装着一具完整的尸体 而尸体正是失踪多年的高冬珠 秀贤将他找到高冬珠的消息 告诉了高冬浩 此前他用一个故事讲了一个道理 比起知道亲人的死讯 一直执着于真相本身的过程 才是最痛苦的 高冬浩颤抖着声音为秀贤 妹妹是否还活着 秀贤沉默不语的表情说明了一切 高冬浩要求再见见妹妹 当十年前法官判决金娜胖无罪的那一刻 他开始有了一丝期待 既然尸体没有找到 是不是说明妹妹可能还活着 在等待了多年之后 他策划这一切 都是为了得到答案 秀贤带高冬浩聊到停时间 冬浩的尸体被金大胖母亲 做了防腐处理 因此保存得很好 他盯着妹妹尸体 需久之后才抱着尸体 压抑而绝望地哭喊出来 根据高冬浩提供的地址 大容找到了赞助在海边的英恩 他说自己是受到高冬浩的请求 才配合的 因为他的执着和渴望 打动了自己 秀贤将结果汇报给南希台 他本来不准备放过高冬浩 但当秀贤告诉他 高冬浩的尸体已经找到时 南希台表现出一丝慌张 秀贤讳莫如深地说 对于高冬浩 希望你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因为如果十年前的事情被重提 对你恐怕没有任何好处 南希台沉默不语 秀贤说 你说过到现在为止 信念不改 但你的信念是什么 真的很让人怀疑 秀贤走后 南希台大发雷霆 但为了他的仕途 也不得不放弃追究 然而已经绝望的高冬浩 并没有打算放弃罪人 不久后他就杀了金大胖 在南希台就职仪式这天 他跳下了办公楼 死前他告诉秀贤 以南希台的身份 是不可能会站上审判席的 谢谢你帮我找回了东桌 这件事过后的一天 大容在秀贤家看到了一盘录像带 那是他在高冬浩的家里找到的 兄妹俩最亲密的生活录像 而在秀贤身边 放着一封寄给媒体的举报信 他曾经想要稀释宁人 然而此时 他决定让有罪的人都付出代价 他曾经问过法律是什么 现在的他找到了答案 法律是一种武器 不能让它成为毒药 以上就是特殊案件专案组 第五级的案件 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精彩案件登场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 感谢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